上期视频说到 乔炎得知小一仙的消息 连忙赶往叶家 却被叶家中为长老刁难 一怒之下直接放出地妖魁 震慎叶家 最后在叶新兰的带领下 赶到洛神剑 就连被冰河谷包围的小一仙 乔炎进入洛神剑后 只见即使为冰河谷弟子 正围在一处山洞之外 闻守的是一位老子 正对着山洞怒喝道 恶难毒女 百败对老夫散为冰河谷 或许你还有活路可走 随着话音闹响 一道倩影从山洞内走出 正是萧炎魂牵梦绕的小一仙 见到小一仙并无大碍 萧炎正在放下心来 开始观察局势 色招的地尖兵和谷弟子 不足为力 关键在于斗宗长老 前方的老者乃是一位六星斗宗 在山崖边缘处 还有两位老者副手而立 其中一位也是六星斗宗 另一位则只是二星斗宗 中四阵容的围杀 当真有些不容小觑 不过对于萧炎来说 并不具备压迫般的威胁 即使不在小一仙 则既有天火三玄变 处以应对一人 可可夸夸还有地妖魁 和天火尊者鬼向身 丝毫不再怕的 就在此时 小孤队长友再次喊话 听到小一仙已经中了冰分剂 从冰河谷解药 一月后将化成冰雕 还是乖乖束手就擒 必然受皮肉之苦 小一仙却讥讽不已 表示就算身体近魂 也不会留给冰河谷糟蹋 老者顿时大怒 直接出手攻来 此前大战小一仙已经受伤 逐心在面对这冰原长老的进攻 顿时有些力不从心 后靠远处还有冰府等长老虎视眈眈 看来今日凶多吉省 于是小一仙不断挥洒毒气 边战边退 冰原剑撞 直接命令四周弟子 布下冰封阵 将此地封锁起来 小一仙见到退路被阻 只能拼死一战 准备彻底切开恶难毒体的封翼 只是每次刚掐起印诀 就被冰原打断 加上冰封阵的影响 几招下来 伤势再次加重 就在此时 阴封阵形成的巨大冰墙突然暴力 一道道影子 对着冰原暴尸而来 突如其来的攻击 使得冰原大师一惊 对时手忙脚乱起了 延续挥出几道斗气 将射来的影子击色 凄厉的惨叫声随即响起 冰原定机一看 发现射来的影子 竟然是一个个冰猴古弟子 对时心痛不已 四处搜寻暗中出手之人 只见一位青年 正笑眯眯的在山剑边缘 小时候还抓着两位冰猴古弟子 并且笑着说道 冰猴古的人果然不要脸 这么多在老头子 围攻一位受伤的弱女子 真是丢进了冰猴古的脸 出手之人正是小炎 拿完冰猴古之人后 柔和的看向小一仙 精神说的抱歉我来晚了 小一仙微微一正 苍白的脸上浮现出绝美的笑容 她就知道小炎一定会赶来 就在小炎与小一仙 有精密意之时 因缘却杀意暴增 肛猫袭击的瞬间 几十名冰猴古弟子 直接死伤大半 而这凶手还敢与恶难毒女 你弄我弄 真是太过目中无人 当即让冰符出手 打断硝炎四肢 冰符也是怒火中烧 自己本就不择外围警戒 竟然没发现硝炎出手 导致损失大量弟子 这直接是将其老脸 按在地上打 剪得自己像个吃干饭的 于是猙獰地向硝炎靠过来 小一仙也顿时从甜蜜中惊醒 连忙要硝炎离开 表示自有办法逃生 可离开之后再会合 是说硝炎能挡 但此地有两位六星斗宗 一位二星斗宗 想要逃离并不容易 然而硝炎却让小一仙放心 然而是自己有绝对把握 冰和古诸人则不管那么多 直接出手下两人攻来 冰原继续对小一仙出手 冰符则找上硝炎 然而硝炎岂能掩开的小一仙被打 直接放出第妖魁 将冰原来下 冰符则让那位二星斗宗冰河 带领剩余弟子围攻小一仙 自己则向硝炎害人攻略 直至硝炎一点不慌 手指轻浮那些 召唤出天火尊者 冰符见到灵魂体出现 暴力的神星收声盾着 巧心见硝炎掌控全场 七神队是放松下来 体内伤势瞬间爆发 几乎快要晕倒 小炎连忙将其扶重 脸上杀一大仙 对着天火尊者说道 麻烦要老先生 请尽快解决死人 小一仙的伤势 支撑不了太久 天火尊者说了句十分钟 就悍然冲向兵符 恐怖的灵魂之力瞬间爆发 几乎堪笔八星斗宗 冰河谷周人顿时大惊失色 没想到这丝柜这么巧 当即抬出冰河谷的招牌 打色已是鸭人 而天火尊者什么没见过 小小冰河谷岂会放在眼中 净飘飘了一掌弹出 就像冰河真的口吐鲜血 但却无可奈何 只能对着冰河无能狂怒 命其抓住恶难毒女 并击杀小炎 冰河连忙带着其余弟子破热 见到小炎只是一星斗尊 直接将其当作软柿子 满脑子想的都是将其拿下后的功劳 小炎将小姨先放在一边 施展出三千雷坏身 抵倒其余弟子 自己则向着冰河杀雀 随着一伙偷体而出 瞬间将冰河的寒冰斗气融化 接着一拳将其轰腿 并且摇头嘲讽到 冰河谷的斗尊 却如此不堪一击 此言将冰河羞辱的脸色通红 但寒冰斗气被一伙克制 只好凝隙成冰 却斩出斗气冰蟒臂 将前哄来 胶炎脸色不变 施展武德利异火法 凝聚火焰狼林 与冰蟒臂装在一起 很多的波动爆开 冰坏四三飞射 冰河直接被轰到一块巨石之上 显然已经皱伤 胶炎再次捕斗嘲讽灯 冰河谷不过如此 冰河再次被侮辱 却不敢再动 色力内忍地威胁到 不要以为有八星斗族灵魂和傀儡 就能对抗冰河谷 此次出动的只是实力靠后的长老 若是冰河谷真正强者出动 这些助力将不甘一击 胶炎眼神威靡 这冰河谷与凡炎谷心灵 实力地然不落 而凡炎谷中 光是三长老就是八星斗族 二长老更是半步斗尊 何况还有深不可思的藤镇 其实力比风尊者更强 那么与凡炎谷并列的冰河谷 其实力就可想而知 因此硝炎并未想着将事情做绝 正是留了冰河一命 不料冰河借硝炎神似缓和 以为其威胁起了作用 再次嚣张疏动 以若是将恶难独立主动交出 我冰河谷竟然不会亏待于你 以你的天字 坦定会得到谷主的赏识 我们谷主最喜欢结交四方强者 完听此言 硝炎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对于小一仙 始终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就在此时 冰河的神仙也从天而降 摔在冰河旁边 竹筒一摊烂泥 眼见红不成了 随即天火尊者回到硝炎身边 嘿嘿笑的 没有身体就什么麻烦 休士的斗筒都这么慢 不过你发心 老夫还是给他留了一口气 焦炎连忙感谢 并告知天火尊者 炎制身体的材料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家里不用多久就可及其 天火尊者顿时大喜 以旁的冰河文言 炎盲对天火尊者说的 冰河谷十分擅长炼制躯体 并且锁链身圈 还会具备特殊能力 只要助击抓住热难毒女 就能免费帮忙炼制 焦炎闻听此言 眼中杀意抱有 心里也有了紧张之感 但而天火尊者 弄得片头后 就一把扭断了冰河的脖子 随后对焦炎说道 小家伙 这种人以后 不要留下说话的机会 否则迟早会有变故 焦炎紧拨的心弦 顿时松开 对天火尊者改机不已 与此同时 冰原也被帝妖魁击上 随后焦炎命令帝妖魁 将此地的冰河谷弟子 全部灭上 接着将冰伏的灵魂取出 以一伙拷问 冰尊敬的破解之法 在一伙置口之下 冰伏说出冰尊敬 乃是冰河谷独有的斗技 只有达到斗宗前的修炼而出 则是被冰尊敬侵入体内 只需很短时间 就能交血液和静脉冻结 并且没有解除之法 除非冰河谷主亲自出手 没有拷问到想要的消息 焦炎不有的内心一声 思索片刻后 将冰原与冰河的灵魂意图收起 带着小一仙和躲在远处的夜星栏 将洛神剑身处飞起 决定先离开此地 再想办法解决冰尊敬 就在众人离去后不久 就在洛神剑入口的那位老者 赶到此地 看到被屠杀殆尽的冰河谷众人 悲痛不已的同时 心里也深深震惊 后世还有一丝信心 自己没在此处 高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老者思索一番后 命令新赶来的弟子 将所有人的尸体运回冰河谷 等候谷主的安台 众弟子纷纷领命 对未来也担忧不已 可以预想的是 此后这单狱将不会再平静 因何苦 结果会对此时做事不理 届时不知会死多少人 而萧炎这边 带着小一仙来到洛神剑身处 找到一个安全的洞府 在时定居下来 开始查探小一仙的伤势 受到冰尊敬的影响 小一仙的体温越来越低 若是在找不到救治之法 恐怕很快就会造成冰雕 小炎研究一番后 对冰尊敬有了一丝头饰 随定尝试破解 于是取出大量火属性药材 烟化之后溶于水中 让小一仙吞去衣衫 进入水中打坐 小一仙虽然休闲 却也依言照坐 随后小炎将一火融入水中 开始驱散冰尊敬 随之药力被吸收 加上一火相处 大量还逆从小一仙体内被逼出 小炎顿时松了一口气 并且小一仙体内的冰尊敬并不多 莫须几日就可全部驱除 虽说小一仙有了救治之法 但可以想到的是 冰和骨毕竟不会善罢该休 下次攻击将更加猛烈 当务之急 得尽快帮天火尊者炼制躯体 于是小炎拜托夜星兰 居然与手骨所需材料 并派出地妖魁护送其离开洛神剑 四天之后 小炎阻算将冰尊敬全部驱除 小一仙的伤势也基本全域 只是恶难毒体封印被迫 距离下次爆发 只受两三个月的时间 小炎顿时紧张不已 四所如何能紧拍 弄到天毒蟹龙兽的磨合 看着焦急的小炎 小一仙内心甜蜜 却猛然间想起 天毒蟹龙兽好似 就在这洛神剑之中 并且达到期间 已经化作人形 小炎顿时大喜 连忙向天毒蟹龙兽杀去 那么小一仙能否成功 掌控恶难毒体呢 还有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精彩继续